无处不在 是尹秀珍的艺术态度 她对物有着敏锐的直觉 也善于义物严丝 所以在她的艺术创作中 使用的材料和方式都非常广泛 并赋予了材料以新生 不论是布料 陶瓷、水泥、木材、钢铁或其他 都有了生命的温度 在今天的世界中 艺术狼管就像是当代的妙语 艺术犹如抚慰内心的神灵 人们常去不同的艺术场所 去感知创造的魅力 也会把艺术请回家中 艺术的魅力在于她的无法定义 所以产生了众多天马行空的艺术家和不同间接 与认识的艺术作品 艺术也是时代和精神与思想的寄托物之一 留存在世界上 铭刻着时代 这次展览 试图在动荡和不安的世界中 安置一座精神的场所 把激烈的动荡 引在平静之下 寻求形身 波罗·波罗蜜多 波罗·波罗蜜多 是一件互动装置 它创作于新冠前的山西高冰的宋代 古寺开华寺 这里头有一个距今九百余年历史的壁画 是以零画画形式表现了佛教历史和佛国故事 其中也有着接地气的世俗生活场景 其中一个纺织的场景给予引修真意灵感 它用织物作为材料 把波罗·波罗蜜多这具 智慧到达彼岸的声波图形 用白色的纺织物 做成若干柔软的条状物 主义编号 依次玄关于壁画的外墙上 与壁画和寺庙 成为了一个整体 这些条状物上 有着袖口状的气口 像是生命体 又是无声的生体 打银锡声 到访的观众和乡客可以抽签 中签的人与这些生体相结缘 可以把相应的号码的生体带回家 拥有不同生体的人们走向了五湖四海 但他们会有一个声音 波罗·波罗蜜多成为纽带 进入画廊的庙宇 在波罗·波罗蜜 这个寺庙墙的背后 是作品一句话 尹秀珍收集了108个人穿的衣服 他将每个人的衣服 剪成电影胶片的宽度 然后再由内向外缠绕 卷成胶片的样子 再根据盘着大小制定不锈钢的盒子 就如同胶片的片盒 在片盒上 掀起额的方式做出镂空的字 记录了衣服的属性 尹秀珍认为 穿过的衣服带着个人的精力和体温 也带着个人的精力和集体记忆 与时代的阴痕 他认为衣服是第二张皮 带着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审美 也带着不同的文化和不同阶层的老印 衣服是人特有的 用第二张皮塑造自我的物 衣服也成为人们表达自我的语言 他认为每个片盒中穿过的衣服 就是那个衣服主人给的一句话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人生体验 每个人都如同一部电影 这是一句无声无字的话 但却很重很重 这一句话与墙外的波罗波罗蜜多 形成虎文 常言道 人间百态 众生百相 万事无常 万般滋味 皆是生活 在战场的中央 是三组装置一触即发 这似乎是如今世界的写照 如何达到平衡 这个平衡的状态 又是脆弱的 一旦失衡 需要耐心和定力 重促平衡 装置作品高 是在画廊庙宇宇中散落的 这些陶瓷作品 这些陶瓷作品 起初是由制作磁板石 裁下的边 相互缠绕所结成的谜团 这些边条是真正的边缘 不被主体接纳 它被去除 直至扔掉 消失 但尹修真的敏锐 在于将这些边缘之物 重新赋予思考的生命 以扣为媒介 在缠绕的谜团上 设置了无解之节 在这启发之后 它直接将磁板的主体 直戒成条 是主体不在 只剩下直戒后 留下的很多边条 这些成为了新的 作品扣的无聊 这些条状物相互缠绕 堆叠 形成了缝隙和孔洞 如同假山石般的谜团 瘦漏头 由摇火练就成词 坚硬中透着脆弱 扣是扣子 带有北京味的说法 扣本身具有衣服属性 据传扣的历史 有六千年之久 与人相伴时间长了 也成为了一种带有多重寓意的故语词 它不仅是服装部件 相连的工具 也被称为服装的眼睛和明珠 带有装饰和情感的色彩 因扣具心很近 也是代表情意的物件 然而扣也是缠绕 栓迹 圈结的结子 也是指故事情节中引人入圣 而戛然而止的地方 扣这件作品中的扣子 都来自于尹秀珍常年做衣服 做品时 剩下从身上穿过的衣服上 撕扯下来的扣 它们仍然带着不同人的温度和爆发力 顽强地寄生在谜团之上 就像海源中的生物 与寄生地成为一体 成为一个无解之解的物 墙壁上是尹秀珍的新作 在2019至2022年 当年创作的陶瓷新作 《苍浪志》系列 他把《苍浪志》当作书 这是他2016年 在佩斯香港的歌战 尹秀珍精神之气之后的延续 尹秀珍对陶瓷的认识 是颠覆性的 他并非陶瓷出身的艺术家 孤没有任何传统歌式化的束缚 他对材质深入的认知和自由表达 是让我羡慕的 他对材料的敏感 是用顿感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大巧若拙 这次的《苍浪志》则是B7系列的延续 他受苏州的《苍浪亭》启发 用陶瓷和穿过的衣服碎片 书写《苍浪志》 坚硬闪光的陶瓷 被赋予了纸张和布料的柔软气质 但又如同激烈翻滚 被戛然而止凝固的浪 《苍浪志》将内敛 与戒警祭司融合 在平静中透出激荡 也是归隐研制的美学 《小隐》在山林 《大隐》与世朝 《苍浪志》的对面 是墙上的装置联衣 在镜面中 有一雾孔洞 在其中放置植物或水果 这个是一组活的装置作品 有如用生命体 激起联衣 这个联衣不止存在于表面 在花费时间的照料中 艺术家更强调的是 作品与观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冥想 也是激发思考 联衣下面所产生的深层沉动 在展场中央 是印章键盘 是把印章之权力 和线上线下 向连接的键盘融为一处 用水泥与黄油之间的较量 呈现触碰与非触碰的张力 水泥是尹修珍常用的材料 他喜欢水泥所赋予的思考内涵 水泥干粉的柔软 细腻 与混凝土的冰冷和坚固 都可透析出人的魂魄 在印章的旁边是装置灯 水泥干粉 犹如从天而讲的尘埃 覆盖了世界 这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切片 也如同心灵写照 既有灵动和湿意 又透着悲凉 灯既是照明的物件 也是智慧之光 水泥干粉覆盖其上 也遮不住它的光芒 只要心中的灯不灭 就有不灭的希望 本来乌一乌 何处惹尘埃 在灯的旁边 是诗像作品《无体》 尹修珍手握着尖刀 在一个黑白分明的空间中行走 刀尖在黑白交接处划过 我们透过屏幕 如同透过一个窗口 看到一个神不可测的黑白空间 而这个空间对面的 是画廊窗外稠密的都市 从展览开始时的宋代故事 到窗外的都市景观相聚有九百余年 却近在咫尺 耳边伴随着尹修珍用尖刀 在黑白枪之间 滑动行走的声音 也隐约在心里 想起了那首著名的《苍浪歌》 苍浪之水清兮 可以捉我鹰 苍浪之水浊兮 可以捉我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